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引力波VLOG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VLOG 坐下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今天我想说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粉丝 尤其特指B站的粉丝 终于翻一翻了 我们在2019年的第一天做的盘点引力波的2018的VLOG里面 说当时我们一共有1410多个粉丝 很高兴的 有那么多朋友 其实也不多 一共加起来1418个 可能我们录的时候就长成1419个了 也说不定也可能会掉一个粉 然后也感谢这些朋友陪我们那么长时间啊 然后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 到今年的5月份 也就是现在我们通过5个月的卓绝的努力 终于把粉丝翻翻了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主角上面看到 现在一共有2900多位粉丝 每个粉丝呢都对我们意义重大 那么今天我想聊一下我们这个频道 还有一些我个人对于现在引力波的一些看法 那么最初的测评的想法呢 是为了搜索而生的内容 在需要特定内容的时候搜索关键字推荐等办法 搜索到你想要的内容 还是我们这个引力波测评最初的主旨 所以最初有非常多的朋友 是以这个形式来找到我们的 通过搜索看到产品 然后产生购买欲 我们的这些节目呢 完全不是为了蹭热度的存在 因为关注音乐相关器材的朋友 真是少之又少 而且它也并不是大动机的消费产品 也没有那么多想去蹭热点 或者骗流量和点击量的想法 所以我们找到了最关键的切入点 关键内容被需要的人找到 就是有效果的即便人很少 但是现在的测评想法发生一些改变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有很多小伙伴 是没有经济条件购买这些昂贵的设备的 但是其实这也并不影响大家观看我们的节目 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相关的知识 或者感受到视频中乐器器材带给你的魅力 所以我们现在改变一下思路 想着能不能把引力波测评 作为一个音乐和音乐器材爱好者 固定收看的一个节目 为大家一个电子闲菜 当然我们也希望视频 能跟大家产生更多的互动 说出你的想法 这样我们也能作为一个厂商 和终端客户之间的一个桥梁 感谢引力波音乐 应该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代表公司 和国内这么好的测评媒体 引力波音乐进行接触 也希望后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然后也希望引力波音乐 以及引力波音乐的各位朋友 多多支持我们楼兰 多多支持我们BOSS产品 如果有任何的就是关于对我们公司 或者我们的产品有任何问题 也希望可以提到给引力波 然后让引力波给我们反馈 然后总之呢 我新的罗兰中国 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一些 与终端客户 以及艺术家 还有媒体更多的互动 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能够把整体市场做得更多好 这是我们希望的 好的好的 王哥谢谢 而且也计划在之后的测评节目中呢 做到有肉有菜 一方面做一些发烧的设备 供大家欣赏 或者有经济条件的朋友 可以参考测评来购买 另一方面呢 想着如何把整体的蒙开往下拉 先让大家对这个行业 或者对音乐这方面 感兴趣 有一点基数呢 我们才能把这个测评 或者我们其他的内容给做好 接下来这个点呢 就是观众们很感兴趣 UP出觉得很敏感的一个点 那就是收入问题 说实话 我们的转化率其实并低 每期测评过后 都会有客户来咨询购买相应的这些设备 但是这些对于我们现在工作室的房租 和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我只能说 淘宝店的产品收支和拍摄测评的时间成本 和制作成本 现在逐渐的趋于平衡 工作时的大部分收入 还需要通过这个论间 来做商业单进行转化 比如录制各种乐器的演示 客户录歌 我一直有上一心的许多 带我回 你能 创造奇迹 厂商做业配 双肩 当不用背带的时候 后面还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储藏空间 甚至我们现在开始接视频录制工作 因为现在有很多渠道和媒介能看到我们 所以从数据上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好的 毕竟现在粉丝翻翻了 那除了我们现在的收入增加 粉丝翻翻 曝光率增多之外 我们还碰到了很多问题 其实随着我们需要测评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多 无论是我们自己求来的 自己购买的 还是一些厂商的业配 那么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 那么自己思考和学习的时间 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现在对声音 视频拍摄方面的研究 学习并实验 这些时间感觉明显的下降 那么在instagram看到这个 Jacob Corlinder这种对音乐的不断的探索 实验的这些东西 每次都感觉 啊 已经被别人甩得更远更远了 其二呢 就是感觉现在的节目不如以前的丰富 踏实 精彩 其实录制的实际时长呢 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知识点 因为冗余 或者感觉不严谨 都已经删掉了 之前也有半个小时 45分钟和60分钟的测评节目 有很多朋友反馈说 视频时间过长 所以我们也因为此做了这个时间上的调整 那么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内容丰富度 和这个时长的一个博弈和取舍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要在这15分钟之内呢 精炼出更好的内容 更好的这个演奏给大家 这也是我们在长期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 微博留言 bilibili弹幕和评论中的一些反馈 当然在这个音乐和相关器材测评的这个行列中 我们的粉丝书算是最少最少的 那些制作尽量和有趣的 当然还有小姐姐的这些UP主们 他们的这些粉丝都非常非常多 有几万的 有十几万的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的粉丝到一万的时候 他们的粉丝数会变得多少 而且有一万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能做的呢 就是不断的精炼 不断的提炼内容 让我们的这个测评和我们输出的这些内容呢 更加精良更有趣 场景做得更专业 画质更好 最后就重重重重再重复一遍 但是内容要更好更好 我们才是为音乐和器材测评 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做出了这么贡献 那么再次感谢这些关注我们的粉丝 收看到这个视频 但是不是我们粉丝的这些观众们 有你们的点击才是给我们的动力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音乐播vlog 哎 其实录了很久也很紧张 那么我是你们的浓犀利 欢乐的时光呢 总是短暂的 那么下次vlog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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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